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有女网友在网络PO文字报,之前与男友,起妹妹一起出国游玩时,竟意外发现男友与妹妹油染,男友甚至还在半夜跟妹妹一起洗澡,有网友在靠北男友PO文,她与亲妹妹感情一向很好,就连跟男友出游时,也会三人同行。 没想到,之前三个人一起去日本玩时,她却意外发现事情并不如她想象的单纯。 有一晚,男友在她睡着时用手戳她,她平时会跟男友打打闹闹,原本打算先装睡在下下男友,没想到男友见她没反应,竟然走向语策,之后更开门进入。 而当时她的妹妹正在洗澡,这样的发展让原PO下人不成反背下,当下选择继续装睡。 原PO虽然基于网友追问透露了这些细节,但对于后续,仅以后来里面发生什么事我想就不用赘述了,包括偷偷把她爆出来。 想到就昏倒等雨来带过,还说自己不想让爸妈气风只敢做出懦弱选择,不想闹大,只敢匿名抱怨等。 文章PO出后引发不少网友议论,纷纷留言怒劈,看了火都来了,你妹很贱,你男朋友更贱,谁先开始都很贱,看了我火都上来了,这剧情好熟悉,奶妹真不简单,真的是渣男。 还有人建议员PO,我是奶就闹给全家知道然后把这男的甩了,奶当她是亲妹她没当奶是亲姐,不过,也有网友是在留言时声称,她干了全天下男人的梦想,姐妹景真的不容易,这个SOD剧情好熟,哪里可以吃姊妹景,我要报名等。